就像Kitty猫不是猫,单身狗不是狗一样,白蚁其实也不是一种蚁,它们跟蟑螂的关系更亲密 除了有验过DNA证明亲戚关系,科学家还从白蚁用来消化木头的长道菌,在某些艾凯木头的蟑螂肚肚里也能找到 长道菌能通过某种特殊的行为从一起生活的同类身上继承,而这个行为呢,刚好也是蟑螂很自豪的求生秘诀,吃大便 所以这背后的故事很可能是这样的,数千万年前,蟑螂家族中的一批异端分子,为了把消化木头的长道菌,世代代传下去 它们决心浪子回头,这些爱家故家,用心照顾全家的巨蟹做蟑螂,最后就逐渐演化成具有社会性的白蚁了 因此蚂蚁在分类上属于摩赤木,只有白蚁则和蟑螂一样被翻的斐莲木 仔细看的话也能发现白蚁长得的确更像蟑螂 考虑到白蚁,如今也很珍惜到位居世界五大害虫 我想当年那些为了加兰牺牲奉献的蟑螂祖先,一定会对自己的正确决定而感到欣慰 看完这个故事,对蟑螂白蚁是不是更肃然起劲了 好了,谢谢您的看我的视频,希望的关注下,拜拜了